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穿越火线生化游击炮的一个这个解说视频 那拿这个大炮玩生化我相信是很多玩家的一个罪啊 因为这个大炮它的威力大 基本上这个小红两枪就能打掉 而且这个大炮可以让你在这个安全地点来抢这个分 所以说很多玩家对于这个生化玩大炮都是十分的喜欢 那今天就突发奇想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生化游击炮的一个解说视频 也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多多送鲜花 为什么这一期我要叫这个游击炮呢 没错游击炮它的意思就在游击上面 没错打一枪换一个位置 这是游击炮的一个概念 其实玩游击炮的话 这个风险是十分大 假如有两三个僵尸对你一起冲过来的话 那你基本上只能拿手枪来比 来跟他们比这个生化了 因为你这个大炮你是一个单发武器 打一枪肯定就要给他上下弹或者切下枪 这中间的话就需要一秒到两秒的时间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一秒到两秒 没错 这一秒到两秒的时间说不定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好的那是非常nice果断在这个下面搞定了一个小红 其实如果你要在生化玩这个游击炮的话 一把这个好手枪那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假如有这个僵尸对你产生的兴趣过来追你 你逃跑的话你总不可能拿这个大炮来逃跑对不对啊 你拿这个大炮逃跑的话 那个移动速度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心里都懂的 那玩这个生化游击炮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拿这个迷彩杀音最好 因为这个杀音大家都知道这个威力是十分巨大 如果你买这个迷彩杀音 这个迷彩杀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换子弹的速度特别特别快 所以说要逃跑的话还是十分不错的一把武器 那很多玩家说豪哥为什么不选择这个修罗呢 没错修罗是这个英雄武器 这个价格有点不太亲民 所以说比起这个修罗 我感觉还是这个迷彩杀音最平民化 而且这个属性还是十分过得去的 当然了如果你是土豪 如果你不在乎这点钱 你就可以拿这个修罗来配这个大炮 因为这个修罗的话 它那个修罗刃假如这个僵尸靠近你的话 你没有时间切刀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个修罗刃来捅它 说说就是英雄枪跟平民枪的一个差别 那我这个废话也是说了一把了 那这一把是果断得了一个本局战胜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把 老规矩 首先我们需要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来等待一下这个母体的一个出现 好的那现在这个母体也是出现了 不过一开始的话 冒着这个母体复活的位置也是十分好 你这个小红你不得了了啊 你一个小红居然敢一个人喘这个老虎窝 大哥不作死就不会死 你既然这样花样作死的话 那就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啊 那有一个母体他也想一个人冲过来 不过又是被我这把大炮一枪给打掉 那现在这个高点的僵尸又是被我们人类树青了 我在想他们肯定心里是十分不甘心 并来说复活在这个人类的一个人群中间 居然只感染了这么一两个人 可想而知他们这一把的话又要打了十分痛苦了 因为如果一开始 他们没有把这个人类的繁育点给攻破的话 基本上他们要接下来攻破 那就有点困难了 因为这个人类他们已经把这个繁育点给架设好了 就是等你来自投罗王 OK那这个终结者貌似看见我了 因为他看到我一把拿大炮的居然 哎你喵的躲到这里我就看不到你了啊 小子你太天真了 貌似这个终结者刚才看了我一眼 好像他是在问我你为何这么牛逼啊 拿把大炮你居然一个人敢跳下来 不好意思啊 这一期的话我主要 这是拍这个游击炮的 让我们看看一开始的话是搞 大哥大哥 我就搞不懂了 这么多人守这个点 只有一个通道 他们居然给一个小红冲过去了 没错那三位人全部拿大炮在这里看楼底下 全部没有看这个路 所以说大家守点一定要守好 千万千万不要分心 好 逆瞄的漂亮 那又是一刀带走一个小母铁 然后转身一枪果断一个双杀 哎一枪 哎呦没打死 天了 我在想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个终结者给打掉 因为这个终结者老是给我心里有一个疙瘩 真的是不把终结者打掉 我心里老是有老是有个疙瘩 放不下 好像身后老是有上眼睛在看着我 因为这个终结者的话 他可以随时随地看到我在任何地方 所以说万一他什么时候看我不爽被我冲下来 那真的是要打我一个出其不意了 哎 你这个小红你躲这里啊 太天真了 OK 一枪一千血 那他现在还有一千 小红的话一般是两千 一刀 哎呦没砍中 一刀 好的剑红 你跑 人兄啊 你近的来可就出不去了 他那第二把又是小小的封烧了一把 那现在我们就等待一下这个复活时间来开始第三把 哎呦我发现这一把我十分走运啊啊 这一把的话好像没人来跟我抢这个位置啊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死亡中心这个图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最热门了 因为反手的话只有我们这个位置最靠谱 好的 那来那个绿军 首先一个生化水流弹 哇 那个天啊 好吧 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背对了他们背对了那个绿军一下 结果那个绿军就被我们这个人类用这个乱刀给砍死了 我在想你这个绿军干的是不是有点太悲催了啊 好的 小红别跑 你是我的了啊 嘿呀 你小子不错啊 你在这里玩终一场吧 你真的是啊 好的 剑红 哎呦 Shit 好的 那这个坑货队友是如何练成的 坑货队友就这样练成的 也是见怪不怪了 好的 那这个终结者在里面 我们肯定现在不能贸然的进去送死了 看到没 这群人类还想进去刀 大哥 终结者都被你们逼出来了 你们还进去刀干嘛啊 有什么含义呢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目前来说需要找机会 不能盲目的来冲 我们需要考验一下自己的战术 以及这个走位之类的 如果你盲目冲 那不能叫勇敢 那只能说你鲁马 啊 Shit 好吧 这个终结者冒似对我产生兴趣了 那我们赶紧跑 剑红 啊 Fuck 好吧 我这一枪真的是有点二了 我 我没想到他居然见红了 真的是 假如我知道他见红了 我就反手给他一刀 哎 他又过来了 好的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位置 我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啊 把我内衣 哎 好的 果断 A刀 漂亮 天哪 哎呦 那这个终结者 他可能是实验没想到 我居然一刀把他给刀了啊 他可能把我内衣给扒了 他心里想 我肯定死定了 因为刚才那种走位的话 如果再拖延一秒钟到两秒钟 那肯定是我死了 因为刚才那种情况的话 他是处于外侧 我是处于内侧 他的移动速度再加比我快 所以说他 刚才假如我不把他刀了的话 那死的肯定就是我 那现在时间还有最后的20多秒 还最后20秒 那这个终结者死了 我怀疑这把的话 这个僵尸肯定又是没戏唱了 没错 老大都死了啊 你们还有什么滋味呢 好的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地图切换一下 换到这个生化酒店 那这个生化酒店的话 也是一个 玩这个大炮的一个热门图 因为这个图的话 比起那个死亡中心 这个图 他是更注重一个走位 假如你这个僵尸过来逼你了 你可以靠这个走位来逃跑 而这个死亡中心的话 由于这个地图的结构比较简单 所以说你只能靠你他打首先的技术来逃跑 所以这个生化酒店的话 哦不 这个生化精神塔 这个玩大炮的这个玩家 也是十分的多 那我们看看 这把的话 貌似这个 终结者还没 哎 大哥 大哥 天呐 这就叫 呃 眨眼睛不看路啊 天呐 真的不看路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我发现每一次 他们人类首点都能 给这个僵尸 留一条这个后路 我就想不通了啊 你们那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稍微的看一下路 你们就不会被取灭了 对不对啊 好的那 现在我们就赶紧逃跑吧 别人来说 我们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 拿这个大炮来打 对不对 大家看到 哇 这个天呐 好吧 一个疯狂宝贝 是在我的菊花后面 跟着紧紧的 我在想 我跟你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你要这么来追我 好 一个闪光弹 那这个疯狂宝贝又来了 哇 你别欺人太胜了 你这个疯狂宝贝 我跟你说 我是不想出手 我出其手来 连我自己都怕 好 那现在可以变捏手了 不要着急 我这想看能不能 噢 噓 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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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没机会了 只能变了 天呐 我真的是尽力了 因为拿把大炮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还拿大炮出来打 那肯定就是自杀的一个行为了 再加上这个手枪的话 对付单个目标还可以 对付两个 有点勉强了 对付三个 那基本上不可能了 因为我们这个手枪 又不是步枪 又不是冲锋枪 对不对 所以说只能变捏手了 我们看能不能把中阶子给干掉 能不能偷他菊花 OK搞定一个 那现在有个老母体 还有一个疯狂宝贝 OK老母体干掉 来啊 Come on OK 疯狂宝贝干掉 你个中阶子 你基本上就算是死定了啊 OK 直接 一刀漂亮 哎呦 那这一把的话 又是来了一个小小的灭队啊 打得还算不错 OK 那现在我们继续开始下一把 那这一把的话 他瞄的 我一开始的话 居然是个终结者啊 那我是终结者的话 你们人类 基本上算是已经是行尸走肉了啊 那好的 那我们一开始 要把这个 跑酷之类的 外围之类的人类 先一个一个给干掉 Nice 哎呦 这个疯狂宝贝 你补到补的不错啊 居然把我人头给抢了 啊 Fuck 好的 你这个家伙 我跟你说 我记住你了 我首先 我先不劳你 我等会儿再找你麻烦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个十分记仇的人 你他喵的 居然敢这样整我啊 看我等会儿不整死 哎呦 Shit 哎 那好的 那这个绿菌给上去了 刚才我也是分散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注意力 OK 那好的 又搞定一个 现在只剩下他了 来吧 我看看啊 你他喵的 轮到我报仇了 现在啊 哎呀 小伙 身法不错啊 你他那身法不错 你 你这个猎手 我跟你说啊 你变得 绝对 没有三秒钟 没错 他变猎手时间 绝对没有三秒钟 说不定两秒钟都没有 冒伤他一变猎手 就被我干掉了 哎呦 我现在这个心里 也是痛快多了 便来说 我也算是报仇血恨啊 现在 那这把的话 又是十分拉给 不是我的母铁 那在这里的话 我相信 不不不在这里的话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玩这个神话 大家千万不要跟这个大部队走一起 相信这句话 我不是说过一两次了 玩神话 跟大部队走一起 那肯定就是一个 找死的行为 就像我们一个人走 就算我们旁边没有母体 我们也是安然无恙 好吧 这是个病句 好吧 那我也不多说了 那现在我看看 这个中介者又过来了 刚才我也是 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哎呦 Fuck 好的 坑爹的补给箱 觉得这个坑爹的补给箱 赶紧换回来 哇 天哪 我好卡 Fuck 哇 天哪 好吧 刚才我卡到3000的屁呢 哇 这个中介者恨死我了 因为三 哎 剑红一下 两下 漂亮 哎呦 Fuck 你想报仇吗 你想帮你老大报仇吗 真的是 一想天开 漂亮 一个双杀 那刚开始我卡了3000的屁 在别人屏幕上看了 我就直接定格在空中不动了 因为我开始 我真的卡住了 现在的话 我家里这个网络波动 也是有一点大 搞得我也是有点小郁闷了 好的 那本期的这个SF结束 这里 那大家想话 接着多多送鲜花 新规矩 犀利结尾 那我是你们熟悉的橙子豪 我们就下节目再见吧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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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下这个 灵 Brennan 龙兰 lorsqu于宝贝 软 这一层 coff 一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